嗨,大家好,欢迎来到成品绿苍多肉植物学院的频道,我是马叔,今天我要带大家揭开一个神秘的面纱,立下之后,法师多肉植物究竟经历了什么?我们是如何为他们提供舒适的休眠环境的?今天的视频将带你一探究竟,首先,让我们快速了解一下法师多肉植物,法师,这个名字听起来是不是很有魔法感,事实上,他们也的确有点魔法色彩, 这些植物拥有厚实,富有质感的叶片,能够储存大量水分,适应各种恶劣环境,更神奇的是,法师在一年四季中会有不同的变化,尤其是立下之后,他们会进入一个神秘的阶段休眠期,当气温逐渐升高,超过30摄氏度时,法师会进入自我保护模式,开始休眠,这时候,如果还让他们暴露在炎热的阳光下,那简直是对他们的一种折磨, 所以,我们在成品绿舱,特别为他们准备了一间温度适宜的玻璃房,是的,你没听错,是玻璃房,这个玻璃房可不是一般的温室,而是根据法师的生活习性和需求特别设计的,首先,我们的玻璃房配备了先进的温控系统, 这个系统能够,根据外界温度自动调节室内温度,保持在法师最喜欢的20到25摄氏度之间,这样,即使外面烈日炎炎,玻璃房内依然是凉爽宜人的春天,除了温控系统,玻璃房内还装有智能遮光设备, 这些遮光设备能够,根据阳光的强弱,自动调节光线强度,避免法师受到强烈阳光直射,同时也能提供适量的散射光,帮助他们进行光合作用,为了确保法师在休眠期间依然能保持健康,我们还采用了特殊的灌溉系统,这套系统不仅能够精确控制水量,避免过度浇水导致根部腐烂,还能模拟雨露,为法师提供最接近自然的水分补给, 当然,除了这些高科技设备,我们还要定期进行检查和护理,每隔一段时间,我们会检查法师的叶片和根部,确保没有病虫害,如果发现任何问题,我们会立即采取措施,保证每一株法师都能健康地度过休眠期。 在视频的最后,我还想跟大家分享几个小提示,如果你在家里已养了法师,记得在夏天高温时,将它们移到阴凉通风的地方,减少浇水频率,保持土壤稍微干燥,同时可以用喷雾器给叶片喷水,增加湿度,但要注意避免积水,只有这样,才能让你的法师在夏天也能健康成长哦。 看完这些,是不是对法师多肉植物有了更多的了解?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视频,不要忘记点赞,订阅我们的频道,并且在评论区告诉我,你最喜欢哪一种多肉植物? 我们成品绿苍多肉,植物学院会继续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又实用的植物知识,记得关注哦。 好了,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,希望大家能从中受益,让我们一起努力,成为更好的植物家长。 我是马叔,我们下期见。